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出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案 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覆盖面 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6年8月21号星期天农历7月19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到7月份厦门经济总体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4% 增幅居全省第二位 增幅连续6个月保持在9%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 1至7月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53.33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9.4% 增幅居全省第二位 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3.30亿元 增长0.3%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901.22亿元 增长7.8%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138.8亿元 增长11.0% 三次产业结构为0.6比43.9比55.5 1至7月全市工业经济总体平稳运行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28.10亿元 增长7.7% 增幅与上半年持平 六成以上行业保持增长 平板显示计算机与通讯设备 汽车等五条产业链产值超百亿元 其中平板显示产业链实现产值672.99亿元 一至7月全市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 分别为49.08亿美元和15.38亿美元 总量均居全省首位 分别增长1.2倍和4.2% 全市实现财政总收入703.76亿元 增长12.6% 实现地方级财政收入429.11亿元 增长14.8% 从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来看 一至7月全市结构调整继续升化 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 比去年同期提升2.4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增幅快于第二产业3.2个百分点 全市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433.30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近六成 增长10.2% 快于全市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全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现 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09.65亿元增长9.9% 比去年同期提高18.4个百分点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海仓自贸园区了解到 作为厦门自贸片区首个由台企独资的 食用油脂加工项目 加格厦门食用油项目目前整体进展过半 计划今年底投入试运行 未来这里将成为台湾加格集团 在大陆产量最高的食用油生产加工中心 以及物流中心 加格厦门食用油生产建设项目总投资1.5亿美元 占地9万3千多平方米 今年1月正式动工打庄 计划建设工期一年 目前庄机部分已全部完成 地面工程的施工与机电设备等正在同步推进 记者在现场看到 整个项目最重要的精炼油厂 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 大型筒冠设备也同步完成了愈埋愈装 整栋建筑将在下个月封顶 今年底项目进入试运营阶段 那如果顺利的话 不排除在17年的一季度 就是农历过年后正式进入投产 厦门厂在这边的话 其实在包括华南西南 这两大片区都会在这边做生产做营运 得益于自贸区负面清单准入政策 台湾加格集团以台资独资的方式 在海仓投资建设了 企业在大陆的第四个项目 计划建成包括4万吨毛油灌区 6000吨精油灌区 以及食用油包装厂 和成品自动化仓储厂在内的 数个加工生产中心和配套包装 物流仓储中心 还将配套建设3万吨级油轮的码头蚌区 建成后年产量将达到20万吨 投产后5年内能实现营收30亿元人民币 是价格在大陆产量最高的项目 未来除了海仓港区的海运途径之外 夏荣欧货运班列 夏城高速 海仓海底隧道等四通八达的路网 都将为企业投产之后的物流发运 提供多线路多类型的交通保障 得利于这边的一些配套措施公共市政 相当的便利 比如说邮轮在那边直接靠岸之后 市政方面有配了一个公共的油管 把油码头运过来 直接在我们的毛油区直接卸油 这对我们来讲 其实无形中省了很多 而且节省很多时间 操作成本上面会省去很多 记者陈玉田 陈静达报道 近日 福建自贸实验区厦门片区 举办医疗器械融资租赁研讨对接会 记者了解到 融资租赁业业已在厦门自贸片区 形成聚集效应 下一步 厦门自贸片区 将积极打造医疗租赁公司聚集区 形成厦门自贸区医疗租赁特色 据介绍 厦门自贸片区 自去年挂牌以来 大力推进区域性融资租赁业 集聚区的建设和发展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扶持办法 鼓励租赁业在自贸实验区内 急剧与发展 截止2016年7月 厦门自贸片区 已有融资租赁企业172家 注册资本额约225亿元 一大批央企国企上市公司 及大型民企纷纷在厦门自贸片区 设立融资租赁公司 融资租赁业业 已在厦门自贸片区 形成急剧效应 面对当前医疗器械 租赁业务的庞大市场 目前厦门自贸片区 正积极鼓励推动融资租赁公司 设立专业子公司 或项目公司 开展医疗租赁业务 鼓励创新融资租赁业务模式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 鼓励融资租赁公司 开展保税租赁业务 针对从境外购入的大型医疗设备 简化进口曝光和备案流程 同时积极搭建保姆市 加专业化的融资租赁服务团队 以及筹备成立融资租赁协会 提供政策咨询跟踪服务等工作 搭建一个资金和实体项目 一个对接的平台 鼓励有大型医疗设备需求的单位 通过融资租赁这个方式 来购买我们这些需要的 大型的医疗设备 这样的话来降低这个资金的成本 增加企业 增加我们医疗单位的这些效益 下一步 厦门自贸片区将积极打造 医疗租赁公司集聚区 出台针对医疗器械 融资租赁的配套政策 发挥融资租赁的资本支持优势 形成厦门自贸区医疗租赁特色 将厦门片区逐渐发展成为 以医疗租赁为特色 集合医疗企业投资 医疗创新 融资租赁等金融服务 商品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厦门火炬高新区了解到 我是高新技术企业 正积极布局石墨烯应用领域 多家科研院所也将在厦门设点 着力推动石墨烯的研究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骨 石墨烯是只有一个碳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 是目前发现的最薄强度最大 导电导热性能最强的一种新型纳米材料 被预言为将彻底改变 21世纪的新材料之王 而如此高大上的新材料 火炬高新区的这家企业 却让它走进了普通市民的家中 公司推出的石墨烯吸附包 10克的效果可以抵上一公斤竹炭 用于除甲醛除液味 通过找准石墨烯的应用市场 公司成为了我是首家盈利的石墨烯应用企业 厦门有一些比较好的下游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那个 有很多的LED的工厂 很多那个电子工厂 有用到石墨烯的一些应用 现在大家共同的课题是 是怎么去应用石墨烯 厦门接下来也应该在 石墨烯的下游产品进行应用延伸 比如说涂料 那在电子散热器件 那在显示器领域也有很多这个发展空间 现在其实厦门的这个高效 还有相关的应用企业 都在紧罗密鼓的 也在做相关的这个研发 据介绍石墨烯的应用范围很广 从通讯电子产品 汽车鳞配件到海水氮化污水处理 都能找到石墨烯的踪迹 目前多家研究院所在厦门设点 着力推动石墨烯的研究 厦门大学联合国内外企业 共建石墨烯工业技术研究院 其中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更是研究所背后的重要智库 中传重工725所也在厦门材料研究院 设立石墨烯研究中心 推进石墨烯产业化 今后 我是有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探股 形成以石墨烯为核心 涵盖触摸屏 储能 积电和生物等领域的产业集群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在这几天的奥运赛场上 最让国人关注的莫过于中国女排了 今天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发扬了 顽强拼搏 坚韧不拔的女排精神 为中国奥运军团拿到了分量最重的一块金牌 令人震撼 而对于厦门市民来说 厦门羽毛球选手陈龙同样让人牵挂 昨晚他为厦门夺得了 在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项目中的 第二枚金牌 详细情况呢 请夏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在昨晚结束的里约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决赛中 厦门选手陈龙以2比0 击败马来西亚选手李宗伟 为中国代表团在里约奥运会上 夺得第23枚金牌 至此厦门奥运选手 也全部结束了各自的比赛 7名选手共获得了两金 一银一铜和一个第四的历史最好成绩 昨晚是体育局13楼的会议室里 加油特产生此起彼伏 是羽毛球队和是竞体中心运动队的 队员和教练员聚在一起 为陈龙加油 他们中除了陈龙的师弟师内门 还有他的两位教练 一位是把陈龙从湖北荆州带到厦门 并培养了6年的前国手林江丽 另一位是为厦门夺取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并把陈龙从国心队带到国家队的教练吉星鹏 陈龙与李宗伟的决赛共持续了74分钟 陈龙打得十分顽强也很有耐心 当全场比赛的最后一球 李宗伟回球出界的瞬间 是体育局的会议室里爆发出一分一分钟 从第一局的11分以后 那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那整个的厂商的局势把握上面也都把握了很好 所以整个的进程也是非常的顺利 从他来说他自身的身高的这种条件 然后再就是在他的技术上面的反手 这个都是非常稳定的 然后整个的这一次的决赛当中 他的心态是非常的平稳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他的优势吧 去倒写 今年27岁的陈龙是厦门羽毛球队教练林江丽 在2000年9月从湖北新州选入厦门队的 林江丽表示 陈龙是个自控能力非常强 优点非常突出 但缺点也很明显的孩子 成绩差不多了 他容易放松 一旦落后了 他又会自己抓紧赶上来 记者注意到 在观看这场决赛的大部分时间里 林江丽都显得十分平静 直到陈龙过胜后 他才露出了喜悦的声情 到这种比赛都是非常的激烈紧张的 所以我们只能用平静的心情来看 当然最后胜了以后 真的是为这个陈龙感到高兴 他压力蛮大的我也知道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 在汤姆真输了 还有几场比较关键球输完以后 他压力非常大 所以说他这场球打赢了以后 我们真的是替他高兴 截至昨天 参加本届奥运会的七名厦门选手 也全部结束了各自的比赛 厦门健儿共获得两金一银一同和一个第四名 是获得奖牌数最多的一届 创下了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好战绩 本台记者报道 在陈龙夺金之后 厦门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 给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取了贺电 在厦门体育建而取得奥运佳季的背后 是全市性体育健身活动的蓬勃开展 昨天晚上由市委宣传部 与市体育局联合主办 厦门广播电视集团承办的 住宅莲花杯特区信用广场厦门市村居篮球赛 在市体育中心名裸开赛 一年一度的厦门市村居篮球赛 是我是全民健身活动的品牌赛事 跟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村居篮球赛都在市体育中心市外篮球场举行 这次比赛一共用来自我是多个社区的 一百一十五支队伍报名参赛 创下厦门市民间赛事规模的新高 比赛共分成四个小组 首先进行小组预选赛 昨晚七点首先开打的四块比赛场地上 可以说场场精彩分成 尤其是三号场地的中宅社区 对阵江村社区 打得更是格外激烈 比分一度成胶着状态 最终身穿蓝色球衣的江头街道 江村社区以两分西败不敌中宅社区 后面的节奏掌握得不好 对 可能后面有点急躁 然后就可能撕掉这主动拳然后输掉 今天要防下来才有进攻 我们后面落后 我们通过我们的防守 最后反超 据了解本次村居篮球赛的小组赛 将持续到九月四号 在这期间每周的星期三到星期天 市体育中心市外篮球场 每天晚上都将有十二场比赛 整个比赛将持续到九月下旬 本台记者报道 下面我们来关注地铁建设 随着地铁施工如火如荼的进行 厦门地铁六号线也有了最新的消息 近日厦门轨道交通集团官方网站 公布了轨道交通六号线 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按照计划地铁六号线将力争 在2020年10月动通 2021年10月试运行 根据公示 六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西齐海舱区马鸾新城 途经姓名吉美新城 同几路同安新城同安老城区 终点位于同安影视城北侧 正线全长约45.675公里 全部为地下线 共设车站31座和换乘站5座 全线设一段两厂并预留一处车辆段 分别为磁窑车辆段 马鸾停车场和宋宅停车场 预留顶山头车辆段 该线路将采用国家标准B型车六辆编组 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 此前记者从事地铁办了解到 六号线已于今年初启动前期工作 目前已完成可言报告编制 今年底前拟先行开工建设 马鸾西站至西滨路口站长6.4公里 全线将力争在2020年10月动通 预计2021年11月试运行 而到2020年 厦门将建成轨道交通1234号线 长约148公里 形成轨道交通主干網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2016中国家庭医生合作发展论坛 在我是举行 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 近期我是将出台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案 全面开展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试点 本次论坛主要围绕家庭医生的政策培训 以及互联网加新技术等行业热点展开探讨 论坛上还推出了全国首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 福建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平台 这个平台可以让基层的全科医生 通过手机APP 微信等互联网线上工具 向辖区的群众提供签约服务 从而代替以往的线下纸质签约带来的繁琐 有效提高基层签约率 推进分级诊疗 这个平台预计在年内将实现 万家基层机构签约介入 通过信息化的手段 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让他租不出户 就可以享受到我们这种家庭医生 他背后整合的医疗资源 给他提供的一些服务 记者了解到 近期我是将出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案 全面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试点 推动以家庭为单位的 家庭医生基本医疗签约服务 并完善家庭医生在服务内容 绩效考核 医保支付等方面政策 到今年底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 要达到15%以上 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 达到30%以上 对所有的厦门的居民 都可以采取这样一个签约的服务 也就是说除了享受 原来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以外 还能建立这种一对一之间 也就是家庭医生 跟我们居民之间的 这样一个互动的 一个伙伴式的这样一个关系 使得我们患者有什么问题 能够尽快地 与我们的家庭医生取得联系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第19届头下会组委会了解到 今年头下会的主宾国 主宾省主宾区和明星县 都将举办丰富的投资推介活动 务求取得时效 作为本届头下会主宾国 意大利将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设立800平方米的意大利国家馆 同时还将在大会期间 举办一系列高端活动 全方位展示意大利的投资环境 最新投资政策大型合作项目 支柱产业和优质产品 广泛接洽全球投资商及项目合作方 推进投资贸易合作 作为一带一路的战略连接点 江西省成为本届头下会的主宾省 现场将设置1000平方米的投资主题展 还将举办一系列投资促进活动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澳门将以主宾区身份 亮相本届头下会 将举办活力澳门推广州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靖元县 这次将作为第19届投资会的明星县参展参会 靖元县是敏宁合作示范县 同时也是厦门对口协作的重点区域 借助投资会兵台 靖元县将突出宣传靖元的招商环境 优惠政策落实企业对接时效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市地震局了解到 我是将着手建设地震预警系统 和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 让市民更多地了解地震知识 参与和体验应急避险的技能培训 据介绍 厦门的地理位置虽然处于地震带中 但它被活跃断裂带所包围 相对是安全道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 是地震局提醒 市民平时应该多学习和了解防震减灾知识 在应对地震发生时能做到心理不慌 做好一些技能的培训 比如说遇到在家里面 不管你是在卧室还是在客厅 遇到地震的时候 我能够采取比较合理的科学的避震的方法 平时要储备一些食用的水啊 食物啊 也是日常的 它可以进行替换的 就是万一遇到这种破坏性地震 被困了 那么可以坚持 市地震局透露 十三五期间 我是海江着手建设地震预警系统 和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 其中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将建成一千多平方米 通过地震知识介绍地震体验等 让市民更多的了解应急避险对策 而地震预警系统则通过全省的大台网 提前预警地震的到来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晚上第五十六届国际小姐中国大赛 厦门赛区决赛在我市罗夏维木 获得赛区前三名的家里 将在九月份前往海南三亚参加全国总决赛 取了解 创办于一九六零年的国际小姐 与世界小姐和环球小姐 并称世界著名三大选美盛典 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十五届 选派代表参与国际小姐大赛 已经被世界各国视为重要的国家级活动 本次比赛是国际小姐中国大赛 首次在厦门设立省级分赛区 经过前期两场海选和一场负赛的较量 最终二十一位家里进入决赛 动感热辣的泳装秀 家里们秀出好身材 洋溢着年轻的力量和青春的气息 典雅大气的起跑展示 则彰显了家里们的不凡气质 在才艺展示环节 孔雀舞新疆舞体现了选手们多才多艺的一面 经过五轮的激烈角逐 最终二十二岁的江苏姑娘王乐梅 夺得了厦门赛区的冠军 她将在九月份和厦门赛区的亚军和季军一道 前往海南三亚参与全国总决赛的选拔 这段经历我真的很难忘 我觉得这个时间真的太短了 我还想再继续来一次 本代记者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下时新闻节目 稍后请关注住宅宅莲花杯 特区新闻广场厦门市村居篮球赛特别报道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